飞蝶缓缓降落到地球上 人类紧急召集了大批军队前往 与外星人进行会面交流 除了军队外 还有大量民众前来凑热闹 整个场面都被记者全程直播 全世界都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飞蝶从底部伸出一条通道 一名身穿红袍的外星大使 带着他的绿衣卫兵 从飞蝶中缓缓走出 部队将领代表人类迎接他们 并伸出右手来表示欢迎 不过这一幕却让外星人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好在一旁的科学家准备了一台交流机 翻译后得知他们是出于和平目点 众人欢呼雀跃 不过当外星人看到被放飞的和平鸽石 颜色瞬间变化 不仅一枪击落了鸽子 连将领也被击杀 他周围的卫兵也朝人群开火 好在人类提前布置了军队 连忙开始了反击 寡不敌众的外星人连忙撤退 不过在临走前 他们还特意抢走了一批人类和动物 准备带回去进行各种人体实验 而在白宫的本人得知消息 等希望总统下令 全面抵抗外星人 不过一位教授觉得 这次的这次事件可能是一场误会 毕竟有可能和平鸽在外星人看来充满了挑衅 当即便给外星人发去信息 而外星人也表示之前是误会 希望能够重新见面 并公开向人类盗契 众人觉得也没问题便答应了下来 当众人以为外星人在掏稿子时 却不成想是一把武器 直接就将众人干成了白骨 而教授还想阻止外星人 一棒子打云给绑走了 这让国防部长无法忍受 会议也随之结束 外星人化成女人衬黑摸进了总统卧室 他摘下伪装的面具 露出自己本来的面貌 随后从包里拿出一把小手枪 打算干掉总统 不料一旁的狗子叫了起来 收到惊吓的外星人打中了狗子 这让总统夫妇躲过一劫 而门外听到的声响的保镖连忙赶了进来 连忙将外星人击毙 飞碟中的外星人看到自己手下被消灭 十分愤怒 立即派出2500艘飞碟进攻地球 他们不仅见人就杀 就连动物也不放过 所有建筑也被他们一一摧毁 地球到处弥漫着硝烟 外星人不仅占领了大片地域 还大肆烧杀抢掠 而且还拿人和动物做嫁接手术 这残忍程度都快比得上当时的鬼子了 这让他感到头疼不已 看不下去的国防部长再一次建议总统 必须要动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了 而一旁的总统夫人也劝说他 再不反击 忽然人类都快灭亡了 总统一想也是如此 当即下令发射核武器 核弹从发射基地升空 成功在飞碟周围爆炸 但产生的威力 却被外星人随手丢出的东西 牺牲了 而且外星人还将这些能量当烟给吸了进去 外星人看到人类的反击 竟然如此软弱无力 为了嘲讽 他们还特意将美国总统扇的雕像 修改成了他们的首领的样子 而此时的高层们正在开会 商量着改何去何从 不料外星人竟找了过来 不仅将国防部长变小之后一脚踩死 总统也被他们戏甩一番之后干掉 短短片刻 人类高层都被消灭 地球进入了群龙无首的地步 男人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大卸八块 现在就剩一个脑袋 而一旁头颅长在狗身上的女记者见他醒来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凑上前去热情地打着招呼 两人看到彼此的情况 也不顾及外星人的感受 自顾自地诉说着对对方的爱意 而此时的一群外星人正在大肆破坏地球 不断地烧杀抢掠 都快比得上当时的鬼子了 而在医院 一个正在听歌的老太太 连外星人将大炮顶到了他脑门 都没丝毫反应 好在他的孙子大壮及时赶了过来 将他从音乐世界喊了回来 而回过头的老太太一个不注意 不小心耳机线拔了出来 悦耳的音乐直接传到每个人耳边 听到这里的外星人顿时就泪梦 他们何时听过如此感人的曲子 悉动的脑子都炸了 而见到这一幕的大壮连忙带着自己来 拍着武林借着喇叭 在城市逛幼的全城都在放开 而幸存的人们连忙拿出自己祖团的喇叭 跑到大街上播放歌曲 音乐让外星人激动不明 连飞碟也无心驾驶 纷纷沉浸在这歌声中 当煽动的人类走出来时 发现外星人的飞碟都已经坠毁了 这让他们意识到 人类成功在这次的灾难中存活了下来 随后众人开始清理外星人的尸体 开始对城市重建 而正是因为大壮和他奶奶 发现了外星人的弱点 才成功让人类战胜了外星人 所以他们二人收到了 所有人类的表彰 并且大壮还被推举成为总统